欢迎来到成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评选2022最美面孔出炉 金智秀获首美 杨幂迪丽热巴榜上有名 The Newbeer Magazine评选2022最美面孔出炉 第一金智秀 第二周子鱼 第三Blizzard 第四Handercal 第五迪丽热巴 第六A妹 第七寡姐 第八杨幂 第九Bella Hadid 第十Saira Kent 是那个选低花女主金智秀吗 那确实合理客观正确 期待大美女的回归和Solo 金智秀是首美称号真的实至名归了 真不愧是门面担当啊 谁不想念MC时期的智秀呢 金智秀实至名归 双顶奢双手美 没关系的你不喜欢的话也无所谓 因为金智秀说过喜欢我的人就会喜欢我讨厌我的人就会讨厌我支持我的人一直在支持着我 无关在数量和程度 光是想到有人在支持着我就很开心了 总之在一个人的人生里能得到支持的话是很开心的 金智秀登上韩月美港新印泰国家地区LG11刊21封 斩获最多版本L的亚洲面孔 通过视镜担任JTBC新剧Snowdrop女主 2022TC Candler是首美 韩服不思杂志票选最符合FKN 前十队内唯一在榜前五唯一女爱豆 无庸置疑唯一官方门面 Solo曲目 韩语填词团专主打第三顺位作词 BMI显示参与制作未发行曲RFL 在Light Up The Sky纪录片里面 智秀说自己小时候是家里长得最丑的一个 说亲戚们都觉得他长得像猴子 当时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在化妆 化妆师说 没事你现在是最漂亮的了 确实啊 YG和莫的门面 外貌重要意或是不重要 他的思想和他的心灵能够影响他人 能够影响到他人 能给他人带来很大的震撼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上的胜利 The New Beer Magazine 评选2022全球最美面孔出炉 杨幂第八 中国两位女星上榜并占据了不错的名字 看起来他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倾向于天然美女了 杨幂的眼睛是内于最美的眼睛 最有灵气 前些日子眼睛受伤了 希望早日康复啊 近年 大众关于杨幂的讨论 除了美貌和不断的爆款作品 还有条条在里的金剧 从暴剧女王到靠自身影响力带来正面影响 杨幂的影响力从演员领域拓展到全线领域 有文化会说话 正是响应上头号召 对演员综合素质的认可 金剧之外 他的电影斩获10亿票房 他的电视剧暴风演成为央视常客 主页成绩漂亮 说话言之有误 这就是杨幂长红十多年的正道 The New Beer Magazine 评选2022全球最美面孔出炉 迪丽热巴第五页 超过了他密姐三名呢 恭喜迪丽热巴 姐姐实至名归 这发光的美貌还用说吗 吴磊张子峰剩下未来定档 花絮甜蜜曝光 双方粉丝 磕到了 话说热巴是真的好看 刚出道的时候第一眼睛未天人 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完美的 还是纯天然的美女 热巴的美貌无可争议 真的很美 迪丽热巴气质这一块 拿捏的没谁了 最美女孩 迪丽热巴 完美身材 气质女神 美出高级感 迷人的微笑 迪丽热巴纯天然美女 高贵冷艳端庄大仿 此生无憾的长相 杨幂和迪丽热巴这两位女神 一个都没闲的 如此高颜值 不得不拿出来做比较谁的颜值高 本人无法选出结果 两个都是灵动美女 而且他们俩的关系还特别好 非常让人羡慕了 吴磊张子峰剩下未来定档 花絮甜蜜曝光 双方粉丝 磕到了 The New Beer Magazine最新出炉 2022最帅面孔No.1肖战 2022最美面孔No.5迪丽热巴 NL.8杨幂 在寒流和欧美圈影响全球的当下 三位内地艺人的当选可为彭毕生辉了 吴磊和张子峰一直都有大量的磊风CP粉 因为两人合作互动让不少粉丝 甚至是路人都找回甜甜的恋爱的心动的感觉 去年跨年的一部宠爱 以宠物未题材的爱情电影 三对CP除了郭麒麟一个单身狗以外 不仅仅是陈伟霆和钟楚希 吴磊和张子峰才是最让人磕CP粉的 他们两个的超话CP粉丝目前也是过万 电影中吴磊作为一个盲人学生和邻居的张子峰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但是由于张子峰家里要搬走的事实 在无法协调后 无奈张子峰一个人独自训练导盲犬 希望狗狗能够代替自己陪着吴磊上学 在张子峰努力之下 还有劝导吴磊的心理克服障碍 最终完成了吴磊带着导盲犬独自一人去上学 两人演绎的CP感爆棚 所以这次的盛夏未来 定当就把CP粉给激动了一天 这次是去年跨年以来的的再次营业 让人真的好期待 公布的官宣海报也是让人超有感觉 更让人激动的是 他俩拍摄花絮的甜蜜互动 侧脸拥抱 两人眼神对视很有爱 让不少CP人表示磕道了 值得关注的是 《盛夏未来》也是吴磊和张 子峰首次主演的青春校园剧 聚焦新生代校园成长故事 对自我世界的探索与成长 青春题材的电影真的超级 适合他俩眼 毕竟子峰妹妹今年刚刚上了大学 而且环都市北京电影学院同门师兄师妹 虽然子峰妹妹今年刚上大学 但是从海报来看 两人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好 很有恋爱中甜甜的感觉 从海报来看 两个人像极了真实的情侣互动 前段时间北电校庆的时候 记者采访吴磊说道 让给子峰妹妹带个话 还有两本书没有还 吴磊说好的 我带会给他说 不少粉丝网友说 不愧是同校师兄妹 关系也很好 两人的去年在宠爱露眼的时候 吴磊对子峰妹妹的关心也让网友磕道 吴磊看子峰的眼神 带着满满的宠蜜 子峰妹妹话筒没声音了 吴磊机智一秒换了自己的话筒 一同出席活动也特别养眼 两人有一种莫名的般配感 值得关注的是 双方粉丝还是很理智 本来准备好攻击女主了 但是互相看到是子峰妹妹和吴磊两个人 再多的极度也很理解 毕竟两个人太有CP感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 两人一直保持纯洁的友谊也是让人十分羡慕 让网友一顿猜测的是 电影应该还有少男少女的纯洁的暗恋喜欢元素 毕竟定档明年的七夕节 寓意伸长 虽然还有大半年的等待时间 但是只是公布了一个档期 都让CP粉门激动半天 并且表示自己可以等 甚至想要快点马上上映 剩下未来是吴磊和张子峰正式的二搭的电影 两人的CP感满满 或者一路支持和鼓励 希望到明年电影上映的时候 他俩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大家一起期待吧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